哈喽大家好我是房车情报的桃子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对于喜欢越野的玩家来说呢 绝对啊非常值得一看 因为今天带来的这款车型呢 它是一款可以真正意义上实现越野功能的一款呢 房车那它就是来自于呢 越界的柱绒系列的皮卡房车 就是我身后这台了 这款车呢有两个版本啊 一个呢就是啊46万的纵横四驱版 还有一款呢就是52万的展叹越野版 好了咱们现在来体验一下这款车型 这款车呢我觉得单从外观上看啊 感觉就非常的有这种啊越野的感觉 还有呢也是啊江陵大道房车专用底盘啊 之所以是房车专用底盘呢 因为它后轮距呢也进行了一个加宽 这样我们在行驶的时候呢 它稳定性也会更加的好 那车身呢整个采用的是这么一个橄榄绿的配色啊 我觉得对于户外的人来说呢 这种配色啊肯定你们都比较喜欢 不过对于我这种女性视角来说 我还是更喜欢这种更亮一点的颜色 青灵大道呢本来就是这种啊 非常硬派的这种美式风格啊 那整个在这个前脸上的这款车呢 也做了一些处理 包括上方的调灯下方的射灯以及呢两侧摄像头上的这个照明灯啊 都可以保证我们在户外越野的时候 尤其是在天黑以后啊 可以有更清晰的一个视线范围 下方这个位置呢还配有电动脚盘啊 都是我们越野必不可缺的一个功能设施 车型呢采用的都是这种啊 古铜色的定制轮毂 而且采用的都是啊百露池的AT胎 测水喉的高度啊 它也是比较高的啊 可以参考一下像我的身高呢 呃目前大概有1.8左右 因为整款车它定位呢就是越野 所以说呢车辆呢也做了一些越野上的很大改动 比如说呢驾驶室和后方的箱体呢采用的是软连接 同时呢整个车厢的箱体呢采用的是这个 四点塔式柔性连接啊 在这个底盘大梁之上 那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啊 在这个极端越野路况的情况下呢 可以啊避免我们这个箱体受损 同时呢整款车底盘的最大载重量呢是3.5吨 那这款车呢也做了轻量化的设计啊 它整车呢是3.2吨 整个车厢这里呢它是采用这种啊 航空某钉的设计啊 它是一个航空某街工艺的一个全铝合金的箱体 来达到它的轻量化的设计 底盘呢在出厂的时候啊就有K慢的氮气减震 那这款车呢同时啊又加装了一个空隙悬挂 那可以更有效的过滤掉路面上的颠簸 可以看到整款车的这个车厢玻璃呢 基本上与这个箱体是齐平的啊 这样也可以在我们通过比较狭窄的越远路况的时候呢 避免这个车窗的损坏 那下方的位置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这种啊 户外的一个翻板 那这个翻板呢也是这种轻量化的翻板啊 而且呢上方设计比较有意思 它有一些呢悬挂可以挂饰物品 同时呢这边呢还有一个可以放置 什么卡式炉之类的这种啊卡槽 上方呢是一个这种长条形的储物空间 而且内部呢还带有锚点啊 空间呢木側可以放置不少的行李物品 那我看一些博主呢说实测过 内部空间呢可以达到375升 下方打开以后呢是一个无名火的雾化柴油灶啊 看起来和我们平常用的电磁炉呢是比较相像的 侧角这个位置呢就是啊 刚才说到的一个监视器啊 而且呢旁边也是带有这种射灯的 那我们看来一下车尾 车尾呢整个带有一个全尺寸的备胎啊 旁边呢这是一个背包式的储物仓啊 还带有呢多功能的悬挂接口 那这个位置呢可以挂置一些啊 这个户外工具 比如说呢一些比较轻便的自行车啊等等 下方呢也隐藏有不少的这种啊越野设施 那两侧呢是这种拖车锚点啊 可以便于救别人或者自救 同时呢还带有一个拖车方口啊 这款车呢它是有一个2.5吨的牵引资质的 那这个位置呢我刚才啊还是咨询了一下啊 这是一个呢快速冲放器的接口 比如说呢我们要在沙漠路段来进行穿越的话呢 可以啊直接为这个轮胎来进行冲放器 拖困板呢至于啊车厢的这个左侧 拖困板的这个颜色呢和整车还是挺有搭配感的啊 这样的话呢给这个展览绿的这个车身呢也增加了一抹亮色 这个设计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那下方两侧呢全都是它的一些这个工具箱 整款车呢它是带有一个80升的油箱的 不过呢要做这个极限穿越的话呢 油箱是可以拓展到120升的 现在我坐在驾驶室里了 感觉它整个驾驶还是非常宽大的 而且机械感十足啊 那同时呢驾驶室的风格呢也比较轿车化啊 看前方这个悬浮式的中控屏就可以感受到 那车辆动力系统呢可以说是目前啊 在国内的皮卡房车第一梯队了啊 搭载呢是2.3T的漂马车油发动机 同时匹配呢8AT财富的变速箱 带有分时四驱功能 同时呢还配有啊后桥的差速锁 那车辆最大功率呢130千瓦 最大扭矩呢450牛米 同时底盘还带有啊48伏的第二发电机啊 最大发电功率可以达到4千瓦 那驾驶室上方这里呢还带有这种 Alcantara的这种啊几皮包袱啊 那它的不管是驾驶感受呢 还是看起来的这个美观感呢 我个人觉得啊都还是不错的 车内整体配色呢还有它的布局啊 其实是带有一些高级感的啊 和我们这个常规印象中的皮卡房车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那首先呢它的这个空间上啊 我个人觉得呢空间啊并不是很大 那像这个一到两个人用车的话呢 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目前高度的话呢 它现在啊整个车辆的外高是2米9 那内高呢它是不足1米8的 那你看我已经有点顶头了 不过我身高比较高你们应该知道 那据说呢后期啊它会进行一个优化 那优化完了以后 它的高度呢是应该超过1米8的 那同时呢它前方的这个额头床的床顶啊 就是额头床的这种动向空间 它也会进行一个优化 那目前来说呢 它外侧的这个高度呢是60公分 那额头床呢它的长度是2米 宽度是1米3 其实呢睡两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那同时呢这个车呀 它是一个合载4人的一个车型 那像我旁边的这个座位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种 诈车以后的一个休息座椅啊 我可以在这半躺或者在这呢 简单乘坐一下 那一眼休息的时候呢 在这个住车座椅和这个旁边的桌子 以及后方的这个双人座椅呢 可以变成一张长度是1米85的床铺 也可以呢满足一个人休息使用 当然了它舒适度肯定不如上方这张床了 这款车呢刚才在车外给大家介绍了 它主打的是一个轻量化 那其实呢它在轻量化的同时呢 又对整个车的保温呢 做了一个很好的处理 像整个两侧墙的保温层呢 有这个三厘米厚啊 地板呢和车顶的保温层呢 都做到五厘米厚 这样我们就算去一些极端天气的地方 来进行越野呢 也能保证内部的一个舒适性 同时呢车里啊 带有一个5000瓦的高原版的 柴油暖风热水一体机啊 都是保证这个应对极寒天气的 那整款车里呢 它是采用了48伏的电路系统啊 那它带有呢48伏4.8度电 最多呢可以升级成9.6度电 同时车顶呢 还带有一个500瓦太阳能板 那为了应对极寒天气呢 它这款车呢 在车内啊 是有一个70升的 一个车内的水箱的 同时呢在车外 有一个110升的外挂水箱 还安装有一个零度的自动排水阀 当然你如果想去更这个极端的地方 来进行穿越的话呢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水路系统上呢 还能再进行升级 这款车呢 它采用的是一种啊 两人座的乘用车座椅啊 那说实话 它的腿部空间呢 还是非常充裕的 坐上给大家感受一下 因为另外一侧不用坐人啊 所以我们这个腿呢 直接敲到另外一侧啊 都没有问题 那旁边的位置呢 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厨房区 厨房呢 带有一个这种啊 高额顶的这种水龙头 那旁边呢 它是一个这个储物的柜子啊 那下方还带有一台90升的冰箱 都是保证呢 我们一个日常的使用需求的 因为呢整个车呢 还带有一个外置的这个柴油灶啊 所以车内呢 并没有这个设置这个做饭的区域 车内呢 空间处理还是比较合理的啊 那卫生间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这种横条形的设计啊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增大卫生间的使用空间 那在这一侧呢 带有固定的马桶 还有淋浴喷头 它设计呢 也是这种啊 翻折式的台盘 那像我脚下的这个位置呢 在这淋浴的话呢 空间也很充裕啊 那尤其是后期 它这个车顶的这个高度进行升级以后呢 那这样的话啊 基本上一巴左右的人在这洗澡啊 都是比较舒适的 那上方呢 还带有换气扇 旁边这个位置呢 还带有一个这种储物柜啊 放置一些这个洗澡换气的衣物啊 或者洗头水什么的 肯定是空间够了 这车内的储物空间也挺风促的啊 那比如说一进门处呢 就有两个储物柜 那上方呢 也都有啊 储物的空间 那同时呢 你要是想自己有一些小设计呢 这边呢 还有一个这种啊 动动版的装饰啊 也可以呢 自己啊 进行一番的装饰 那整款车辆内部呢 虽说啊 它整个配色呢 是采用这种比较暗的颜色 但是呢 它给人的感觉呢 是比较高级的啊 整个车呢 是无主光源的这种设计 也是比较符合呢 现在我们这个 哎 房车上的这个灯光的一个流行趋势 这款车呢 它是一个核载私人的车型啊 刚才价位呢 已经在开头给大家介绍过了 那我觉得如果真正玩越野的话呢 选择这么一款车型呢 两到三个人使用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这款呢 越界柱绒皮卡房车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互动留言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吧 拜拜